Hello 大家好 随便找个亭子过来聊聊天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县城的一个亭子 上次一个视频说到快手的问题 我是光着绑着录的 不是 不是太雅观 所以今天找个亭子 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公园路 我看那个YouTube上面 很多 特别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在外面的环境路 不知道大家都是来自何方 我是大陆 大陆这边的 可以大家可以叫我傻了青年 傻了青年 这是 自黑的 自黑的说法 上次说到快手的事情 现在说说抖音 其实玩抖音也是 因为在上班的时候要看到很多人在刷抖音 基本上都是那几个背景音乐 一直都是看到他们在刷这些 就几个背景音乐天天刷来刷去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讨论 很讨论厌的很烦 所以说我去年 今年基本上都没有下过 有的时候会弹出来 像这样的广告会弹出来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不经意 这样下一次 然后就是说看到我妈妈有的时候 刷抖音跳广场舞 就会有的时候 我自己有的时候看也会刷到一次 然后就偶尔就下载 接着刚才的视频录 会经常会刷到一些恶心的配音 好像现在不知道是整体的是一些去年的这个数字差还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想说数字 说这个数字差的话 可能会引来一起群体喷 实在是玩抖音玩不下去 反正那些恶心的配音 恶心的背景音乐 还低俗的内容实在是看不下去 所以说基本上我就不像这些东西 但是挡不住别人刷 很多很多人在刷这个抖音 在生活中身边的人 有的时候是 你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我发现也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最近看到的一些抖音的质量还稍微好一点 比如说一些艺术家 不管是什么艺术吧 还有一些搞手工的 而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现象 不像一开始的是快手里面全是低俗的东西不能看 有的时候看 这些东西都实在看不下去 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清高或者是什么 但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觉得这个个影人呢 我也不想说那里面群体东北人特别多 也不想说被别人骂地狱黑 但是实在是看不下去 但他们的 为什么会 有一句话说吧 可能就是说东北那边 没有其他的工作 做服务业也是一个行业吧 也是一个赚钱的路子 这是我现在在一个公园里面 公园里面环境也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公园环境也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